朱女士的餐饮店开在杭州昭辉路附近,主要做外卖生意。 记者一到现场,就发现了一张醒目的告示,请用手机打字、点菜给店员看,感谢您的谅解。 朱女士解释说,她的店里大部分都是聋哑员工,如果不是采访当天是周末,恰好父母到店里帮忙,否则平时都是聋哑人师傅们在忙,所以才贴了这个告示。 记者用语音转写功能和店员小晴聊了聊。 跟顾客他们交流上方便吗?还可以,就大概一直他会懂。 小晴打字告诉记者,她觉得杭州发展很好,所以来这里工作。她还认为,无论身体残疾与否,人人一样平等。 其实也是个偶然吧,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对聋哑人夫妇,发现大家其实沟通一开始会有点不畅。 最后其实这个沟通是很顺利,其实没有多大问题,而且做餐饮来说,员工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,而且我们说实话已经相处得挺好了。 朱女士告诉记者,她自营的门店在杭州有四家,总共有九位聋哑人员工。 再说回她这次要反应的事情,12月24号,招辉路门店接到一起投诉,顾客反馈,餐品内有异物并附上了照片。 照片中,面包上有一个大大的黑点,朱女士觉得这张照片十分眼熟。 一直找一直找,我在想到底是拿什么时候的照片,最后在我在其他门店7月份的一个差评图里面找到了这张照片,所以我就把她的退款给她拒绝了。 朱女士翻出另一家外卖平台的后台记录,今年7月13号,有人发起一个差评投诉,附带的照片和12月这次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 朱女士坦言,7月份那次投诉确实是门店的问题。 朱女士说,她查了下后台,发现, 这两起投诉的收获地址居然一样。 她按照这个地址倒查,又发现,这位顾客早在一年前就多次在她门店下单,又多次投诉。 从万唐店到陈锡店到现在的昭辉店都是她投诉的。 投诉理由呢? 各种各样,比如说三明治里面的内线小啦,或者送到的时候三明治冰啦,或者有一次更离谱,说我们吐司发霉,然后我打电话过去给她,我说我们自己的吐司全是刚送过来怎么会发霉呢? 她说,哦,没有,没有发霉的,我只是觉得你的蒸蛋有点不好吃。 既然她认为你的店铺这么多问题,为什么还要一直在你这儿变? 对,这就是我很不觉的一个地方,我觉得她就是个黑粉。 朱女士说,之前的投诉,她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,都私下赔钱了事。 但是这一次,对方用同一张照片故意投诉,她实在忍不了了,拒绝了对方的退款诉求。 平台客服也回复,订单不是您的责任,建议您拒绝,后续帮您提报上去。 但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,已为您处理该理赔。 朱女士气不过,觉得哪怕是平台方赔了钱,那也是不应该的。 朱女士通过外卖平台和那位顾客沟通,她说,我已经举报你骗保了。 如果再有别的操作,警察局见。 对方没有回应,后来朱女士直接贴出了收获地址,对方立马转了38块钱过来。 但这位顾客坚称,你们的鸡胸肉本来就做得很差。 朱女士说,那这次呢,还有之前没有发霉,为什么要申请食安? 现在顾客的虚拟号码已经联系不上了,朱女士提供了之前的一段电话录音。 你昨天是不是在我这边申请了一个退款呀? 那对的,那个图片你是哪里来的? 你不要再乱说了好吗? 你那个图片是我们晨曦店7月份一个顾客的差评图,我这边已经报警了。 你这样恶意申请退款是要不法律责任的? 我连原图都有,我跟你说,四家店都是我的店,所有的差评图我都有。 说到这里,电话挂断了,朱女士在平台上说,这个钱我不要了,我要道歉,我要带民警和1818去你那里。 对方回了一句,对不起,可以了吧。 朱女士说,事后想了一下,那位顾客之前订餐已经付了钱,又私下转了他38块钱。 这个钱他收得不合适,于是凑了个一百元整,把钱捐给了河南省南阳市慈善总会。 只要是,确实是我们店的问题合法的,或者是我们店的问题,我们都是会处理的。 而且我也希望其他的一些商家也能够提高警惕。 1818黄青眼技术报道。 1818黄青眼技术报道。